今天的欢宇事业通要跟你聊一聊 最近很夯赚很大的减肥药 好想要减重的观众朋友应该都有听过 丹麦制药巨头诺和诺德旗下的减肥神药 叫做Vigo V 像是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登的名人 据说都有在使用 马斯克听说是瘦了13公斤 听起来真的是蛮有效的 但是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 减肥产品还是要寻求医师的评估会比较安全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 现在这一股减肥药热潮正在洗准全球 还把食品健身等等的产业都一起拖进来 首先来看到诺和诺德股价 今年到现在已经上涨超过了50% 真的可以说是减肥药概念第一股 而喜上加喜的是 今年是诺和诺德创立100周年 脚下非常亮眼的成绩单 今年第三季营收年增29%至587亿丹麦克朗 而EBIT也就是睡前洗钱利润年增33%都创下了记录 预估今年全年盈利渴望攀升46% 营收估计是增加了38% 而其中一大工程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一款 WIGOV 这是一款什么样的药物呢 原本是治疗糖尿病 后来发现对于减重也很有效 因此需求非常的火烫 WIGOV第三季在美国的销售额达到了大约13.6亿元 激增28% 这是去年同期的8倍 诺和诺德已经喊出说明年要大幅增加美国市场的供应量 然而诺和诺德也不是没有对手 美国制药巨头市值一度超越台积电的里来 也要来大抢大饼 刚刚我们有提到诺和诺德 他堪称是减肥药的概念低谷 但是如果要说投资效益率里来今年以来 这个股价涨幅是更大 已经大涨了69.24% 值得一提的是就是8号这一天 里来中场是飙涨了3.2% 收在619.13美元 创下了历史收盘新高 而之所以受到如此大的激励 就是因为他们的减肥药物叫做ZBELT 获得了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许可 ZBELT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它每周需要注射一次 如果加上节食还有运动 据说在平均可以在72周之内 减最多22公斤 但是价格真的是不便宜 您可以看到每个月6剂药1000多美元 也就是三文多台币 那基本上保险公司 他们是不会给付减肥药物的 所以口袋真的要够深 景晚性的减肥药凯绿灯市场也非常的大 但是药物的供应能力 这是一大挑战 里来的财务长他怎么说呢 他坦言第三季的供应还是很紧张 对本季的业绩产生影响 这是必须要克服的课题 既然如此 我们放长远来看 减肥药市场规模是不断的增高 高盛他分析说 到了2030年 减肥药全球市场销售额 将达到了1000亿美元 至于摩根士丹利 他的预估是稍微少一点 他们认为说到了2030年 全球减肥药市场会达到的 770亿美元 这赚头这么大 英国药厂阿斯特杰利康 他怎么可能会放过呢 于是他找来中国的诚意生物 要联手开发减肥药 一起加入减肥药大战 减肥药物出现新的竞争者 美国药厂里来巴尔宣布 旗下新药ZipBound 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批准上市 预定几周内在美国开始销售 预估会十分畅销 ZipBound平均售价是 每月1060美金 折合台币34000多元 由于美国保险公司 通常不给付减肥药物 这样的高售价 可能造成使用民众相对减少 不过外界相当看好 这款药物的上市 将会成为丹麦制药巨头 诺和诺德类似减肥药物 Othempic和Weigovir的新竞争者 事实上这两种药物 本是糖尿病用药 但因为减肿效果极佳 被网红称为减肥神药 诺和诺德八月曾表示 这两款药物功不应求 所以今年内还是很难买到 据法新社报道 摩根大通分析师预测 一直到2032年 减肥相关药物 年销售额将达到 1400亿美元 而这个市场将由 诺和诺德和李莱主导 欢迎新闻许明星 奏合报导 同样很未赚的 还有护国神山台积电 在今天公布了10月营收报告 数字非常非常的猛 表现很亮眼 由于苹果新产品拉货 加上人工智慧 AI需求很强劲 这推升了三奈米产量的动能 台积电是睽为9个月 单月营收重返了2000亿元大关 10月合并营收来到了新台币 2432亿 这比三个月增加了34.8% 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5.7% 创下单月营收的历史新高 而台积电 他们在日本的布局 也有了新进度 日本政府将在半导体产业 追加1.9兆日元的预算当中 要把9000亿日元 这大约是1920亿元台币 用来补贴台积电 正在评估新建的雄本二厂 而这个数字是比市场预估的 7600亿日元多很多 毕竟日本他们补助日本企业 Rabbitus等等 最多也才5900亿日元 所以说台积电可以拿到 9000亿日元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日本半导体战略推进议员 联盟会长也就是这一位 他表示他们要把一场的制程 推进到7奈米 因为日本它本来就有40奈米了 那么如果能够引进22奈米 12奈米制程 甚至未来5奈米 7奈米制程产品的需求 也会很高 所以他就希望说台积电凶门二厂 能够提供7奈米的制程 而刚刚有提到说 日本这次提出的补助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那么未来有没有可能继续呢 甘利明他坦言 未来不一定会持续提供补助 日本应该要有长期的产业政策 护国神山台积电 在日本设厂又有新补贴 除了日本政府在第一阶段 补助台积电 4760亿日元建厂 日本还要在半导体产业 追加1.9兆日元预算 预计5900亿日元 要支持日本国家队 而9000亿日元 要补助台积电 雄本二厂 这也是日本史上 从未有过的庞大补助 日本半导体战略推进联盟会长 甘利明并且提到 目前全球的逻辑半导体 几乎都由台积电制造 但生产半导体需要大量的电力和水 而台湾在这一方面有限 因此日本美国和欧盟 必须通力合作 分工生产逻辑半导体 才能确保经济安全 不止台积电以及联电 台湾晶圆代工厂立基电 也要前进日本设厂 立基电与日本金融集团SBI控股 合资成立JSMC公司 要建造的首座金融厂 选定落脚在日本工程县的大恒村 将生产车用 产业机器用等 28奈米、40奈米和55奈米晶片 计划月产4万片金融 这也代表 继台积电和联电之后 立基电成为第三家将在日本设立金融厂的台湾金融代工业者 日美指出JSMC第一期的投资额大约4000亿日元 超过800亿台币 最快2024年动土 2026年投产 而日本政府将提供大约1400亿日元补贴 至于JSMC的第二期计划 据传总投资额上看8000亿日元 除了台厂赴日可能降低台湾的工作机会 日媒也指出 未来业者可能会被2024问题拖累 因为日本先前修改劳基法 明定加班时间 不能超过法定加班时数上限 从2024年4月起开阀 建筑业也适用 日本工地表示 人事费用会攀升 加上原物料价格大涨 设厂成本势必会比今年高出许多 华讯哈林做不到 而说到台积电 有一个人非常非常感谢台积电 那就是辉达的黄仁勋 他自己亲口说 没有张忠谋就没有辉达 没有台积电就没有辉达今天的成就 然而辉达的成就 在美国对中国大打科技战的背景下 能不能够继续一帆风顺呢 好我们都知道美国现有的晶片禁令 要求企业必须要先取得许可证 才能够出口高阶晶片 又或者设备到中国等等 被列入黑名单的国家 同时美方也把管制措施 扩大到至少15类半导体生产设备 这冲击了辉达的H100 A100以及A800 这三款晶片的销售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传出辉达要针对中国开发 HGX H20这三款晶片 而且主要是从H100改良而来的 那么11月16号 也就是下个礼拜可以开始接受订单 这正好是美国管制措施实施的日期 然后预计12月 第一批就会出货了 市场人士又是怎么看的呢 他们认为这三款晶片 是现有产品的降规方案 在性能上 能够满足美国出口管制的要求 让汇达可以进一步 向中国的客户供货 而除了汇达之外 英特尔他们也推出旗下 这一款晶片的改良版 可以说是降规版 以应对美国的晶片禁令 好可以卖到中国 那么与英特尔密切合作的 维影等等的供应商 也可能是从中受惠了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礼拜 就要跟美国总统拜登 举行这个拜席会 而两个人会谈主题是什么 目前还不清楚 不过中国官媒 已经列出这六点焦点 其中绝对少不了供应链 还有半导体政策 中方认为 说美国对中国发动科技战 受害的是美国企业 这话讲得非常的呛 至于美国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这位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 盖拉格在拜席会登场前夕 发布了公开信 他大赞拜登政府 加强对半导体出口管制 并且限制对中国的对外投资 从美国还有中国 所放出来的话语可以看到 这场科技大战短时间内依然是硝烟弥漫 在美国政府扩大对中国AI晶片的出口禁令后 汇达却面临严峻的订单流失危机 金额甚至高达50亿美元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汇达禁欲终于出招了 为了避免公司承担庞大损失 汇达为中国量身打造 准备发表三款全新晶片 并且最快将在本月16日上市 消息传出后 汇达股价在五盘交易 随即上涨3.3% 为了遵守美国的新规 汇达削弱了部分晶片的演算能力 希望能够拿到许可证让产品成功外销中国 毕竟中国AI晶片市场达到70亿美元规模 其中90%都有挥达主宰 至于半导体产业对美中关系究竟有多重要 从外交方面就能看得出来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日前访问美国 与财政部长叶伦以及其他高官展开会谈 何立峰也提出了中国对美方的六项关切 内容聚焦半导体 产业供应链及营商环境等 并且强调美方重视中方关切 将会是双方进行交流的前提 值得一提的是美中官员这次的会晤 也被视为不久后拜席会的前哨战 因为美中两国在科技方面 展开激烈竞争之下 双方领导人对于晶片政策是否能达成有效沟通 备受外界关注 欢迎新闻视频宣传的报道 世界局势变化莫测 你我都身在其中 国际间合纵连横 外招 正日 经济 军事 科技 无所不争 无所不战 环球大战线 全方位观点 与您一起剖析战略 走进环球竞争 最前线 您的目 Fin 我还能成为